再来看到台湾制造的软实力 根据统计 宝宝出生后到三岁前离不开尿布 一天平均要更换六次尿布 三年下来需要花费超过六万元 在购买纸尿布上 并且制造超过1.8吨的垃圾量 有鉴于此 台湾业者花费了十年时间 研发出全球唯一的机能型环保尿裤 使用台湾机能性布料制成 具有透气、环保等功能 更为新手爸妈们省下不少费用 准备一点温开水 然后让它吸收 吸收了之后 起来看一下桌面 好 现在桌面有很多的汗气出来了 所以表示它的透气相当的高 但是水它没有流出来 卫生纸它还是干的 环保宝穿尿裤尿湿后的舒适感 这一件完成用布做成的尿裤 既能达到尿湿干爽的效果 就在于尿裤选用百分之百的台湾机能性布料制成 更获得多项专利认证 示范的这位正式发明者杨胜杰 也是台湾重复使用尿裤研发的第一人 透气度上非常的加强在这一块领域里面 让它能够达到比一般植尿布高出六十倍 所以宝宝穿起来会更舒服 以往这个材料它是应用在医疗材料上面 那我们也是首度从医疗材料把它应用到 应幼儿上面 这上面有一个不沾污纤维 所以我们非常容易的用家里面的连锋头或水龙头 就像这样子很轻松很简单的把它冲掉 熟知台湾纺织布料特性 杨胜杰具有化工学经历背景 也曾合伙成立复合材料工厂 十年前创立技能富佑用品品牌 过程中不断改良创新 第五代的重复使用尿裤 只要一件就能让宝宝从零岁穿到三岁 也因为是可洗湿尿裤 不但省一下购买纸尿布的费用 也大幅减少垃圾量 像欧洲他们几乎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的妈妈们 他们不再用所谓的纸尿布 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了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也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反本归真的这种行为 会让宝宝其实对于宝宝才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台湾可抛弃纸尿裤的市场一年高达70亿元 不过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在台湾一年约有20万名的新生额 平均每天消耗400万片的抛弃式紫尿裤 那么如果把这些数字堆叠起来 相当于159座的台北101大楼 如何透过所学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杨胜杰在尿裤这件事上找到答案 根据研究发现 纸尿布占台湾总垃圾量约2.7% 让杨胜杰决定朝降低数字的目标前进 自成立来以3R的理念经营 也就是reduce reuse recycle来设计产品 透过台湾机能布料的特性 替代一般纸尿裤的化学成分 进一步创造全球唯一机能型环保尿裤 这个好像变成是一个使命 一个道德感的驱使吧 要不然如果只是为了获利的话 真的不应该走这条路 尿布变成是我所有的产品里面 最典型的一项 因为它真的是最具争议性 最具环保性的一个产品 那也迫使我们在台湾没有人走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去担负起这个责任来继续走下去 十年磨一剑 如今杨胜杰研发的重复使用尿裤 成为全球唯一的机能型环保尿裤 要将MIT优良品质推向全球